按照本市疫情防控工作总体部署要求 我们对高校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理举措 目前,全市所有高校都按照校区采用了封闭管理的模式 落实全员排查 对于所有人员,完成两次核酸检测 且结果均为银行性的学校 可由封闭管理模式转为准封闭管理模式 准封闭管理期间 高校不得开展跨校区交流及聚集性活动 学校严格校门管理 入校人员需提交本市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行报告 间隔24小时 出校人员需申请出校 师生员工每周均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第四个人员工